今天的中國籃球聯賽 第25輪賽是北京和山東的對決 先前因為禁區戰力不足 選擇採用兩名大洋將 而讓林舒豪輪修的北京 本場比賽開局強打內線 收到不錯成效 靠著Justin Hamilton的發揮 打出一波7比1的攻勢 只可惜接下來的比賽 可就完全變成了山東小洋將 萊瑟哈斯的表演時間 這位先前才成為CBH上 得分榜第二名的好手 這場比賽是根本把北京外圍方線 當作北京烤鴨一樣吃乾媽淨 全場哄下32分 12助攻 幫助山東一度領先多達40分 最終112比75贏球 讓北京吞下對時10年來最慘敗仗 至於效力北京的台將周一翔 全場則是出賽15分鐘拿下5分 接著關心青島和八一的交手 雙方前次交手 青島就以將近20分的差距贏球 而本場比賽 青島是依舊展現了雙方實力的差距 尤其洋將Darius Adams更是毫不留情 全場拿下30分之外 還抓下7籃板送出7助攻 展現全能身手 在他的帶動下 青島一共有4人得分上雙 在第二節打出38比26的攻勢後 就完全把81打趴 當然可別忘了台將林偉翰的表現 出賽14分鐘拿下3分2助攻 這個恰到好處的傳球 更是讓隊友有了秀一波爆扣美跡的機會 最後青島就以114比89取勝 最後來看福建出戰山西 咱們的葫隆帽奔場沒有太多表現機會 僅出賽1分28秒有一個籃板進帳 至於他的隊友王哲林可是相當火熱 全場是狂砍34分 山西雖然靠著洋將Germel Franklin 全場砍下39分的火燙表現 始終僅要比分不放 但王哲林總是能適時把球放進籃框 不給任何逆轉機會 不管是雙手爆扣 還是神奇的競算加閥 都徹底撲滅了山西的反撲氣焰 最終比數106比101 福建獲勝 外圖新聞綜合報導